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还敢说队员不拼 吴磊冒这个风险是受重伤的风险 是 有可能对方一拳打到他脸上 对 高大的中锋二锤马 好的 中国队这一道直线长传打对方身后 但是吴磊呢 关键时刻这个球自己没有控制好 中队前场有效的逼场 迫使对方左边后肺出现了横传失误 好漂亮 好漂亮 自己抢下来自己打 稍有一点折射 但更多的是对方的守门一个提前移动 这个阿勒马 提前往球门的左边跳了一小步 再回来 101场的比赛 又是一个过定全球 守门员都已经出来了 打空白 又是打到了横梁上 正好是打在刘一鸣的房区 这球丢了刘一鸣都回不来 19号马尔迪克 马尔迪克呢 最大的弱点短板呢 就是速度没有 来看一下刚才 叙利亚队的机会 传统的叙利亚的中锋 在桥头保住位置 把这个球蒸下来以后 给二点后排跟进的队 南米的球员 这招特别厉害 或者你听见到 经验再丰富一点的话 对方一搭肩膀马上倒地 我不打了 我就往地下摔 对球往前走 这辆队索马 拉球过人 杀在进球里面 大家熟悉的2017年的 亚洲自卓先生 贺林军一样 索马身材高大 但同时呢 脚下的技术还相当不测 是 远昌超 转身以后 自己往前走 传统没传好 但是对方解围又提还给中国队 好球 内部C进来 每个点对对方的持球 和有可能出球的人 中国队的逼得都不错 又是过停传球到进去里面 伍雷的射门还是打得太正 再给自卓中锋 投球 身体上 是能扛得住的 好球 过点给到进去里面 先越位了 屋磊的启动还是非常突然 而进去外 余汉超刚才 戳出了这条内旋的过点球 落点正合适 来看一下 这球怎么越位啊 又是对方优惠位拖在后 众队内部再送一个身后球 主打扮上影响 判定西里亚队在阵阶内放到无理犯规 强赛当中 结果这次被水门阿拉玛扑出去了 众队前场右路 看这球 好的给到阵阶里面 又一个点球 又一个点球 二十号 余汉超向裁判示意 船中是打在对方的胳膊上 好球 吴磊 点球 主防命中 换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 贴着自己面 角度推得很丢 守门员虽然判断准确 但实在够不着 看一球 看一球开起来 这俩队头球是顶到了 55分钟 任凤里面球传进来 进区中央又是新上场的10号 奥斯玛 起脚棒凌空的扫射 都是下半场被换上来的球员 好了 商庭捕食五分半钟之后 主台办哨音响全场比赛结束了 中国队最终是上下半场各进一球 高林在进区外的左脚的远射破门 以及下半场比赛 吴磊 主罚点球命中 将中国队最终是以2比0 取得了这场国际友谊比赛的胜利